剛剛主要就是 定義好名稱之後 特別注意將來如果你要存取這個名稱 就按F3 它會跳出清單 那如果說它沒有跳出清單 正常應該會啦 如果有的時候 那你可以自己打上就沒關係 反正那個名稱你只要打對 它就會秀出那個範圍的資料了 ok然後就是 再來的話就除以Count這個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範圍定義名稱來處理 公式也清爽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做完之後 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件事情 就怎麼樣 假設我希望把那個 排名 因為你如果這樣看 我如果主要是希望 我把排名前 七個排名先抓出來 比如說第二名 第五、第三 反正前七名的 的號碼幫我抓出來 ok 那如果抓出來 當然原本我們想的方法就是 如果定義名稱 比如說我今天 我希望把前七名 用顏色標註的話 待會我們可以用所謂的那個 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去做那個格式化啦 不過最好的方式 還是怎麼樣 乾脆在F欄這邊 多一個欄位好了 這個欄位名稱也許叫什麼 前七名好了 也許這邊的話就多一個欄位 ok 然後前七名我希望怎麼樣 乾脆就是說我這邊 就直接幫我把 這個裡面的前七個號碼 自動幫我搬到這邊來 那我就知道有哪些號碼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用那個函數來做 是應該做得出來 只是說非常的麻煩 因為必須要執行 所謂的正列 CtrlShip加Enter 所以這個地方 我是建議你直接跟他寫VBA算了 那VBA邏輯怎麼樣呢 就是 你就是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哪一列呢 到43列 做什麼呢 if 那個排名裡面 假如是怎麼樣 它是小於等於7的話 把它同一列的A欄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裡來 那不過這裡的話 邏輯跟之前寫的有點像 只是差別就是有個地方不太一樣 就是怎麼樣 放過來的地方 放到第幾列呢 當然第一次你要放第二列 再來第三列 第四列 可是喔 問題的話怎麼要讓它 往下放的這個動作 OK 你就可以寫出來 前七名計師 大概就六行程式 那結構的話呢 跟前面寫的差不多 OK 那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東西其實可以通 寫法我們也是一樣 一先開啟那個什麼 Visual Basic 二插入那個模組 三插入程序 把名稱給它 叫前七名 OK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寫一個回圈嘛 所以你會發現 寫來寫去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飯粉貼過來 來改也蠻快的 所以怎麼樣呢 我們就寫什麼 For i 等於 第二列到 四十三 Enter兩下 打一個 next 然後 if什麼呢 if 接下來的話 就是如果 什麼呢 如果 條件是在哪一 哪一 這一列 是一 所以 sales 的 i列 的一欄 幫我做什麼呢 如果判斷一下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 是小於等於7的話 空一格 then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它 所以先 endif先打 endif 就幫我把 它同一列的 資料 哪一 同一列的 A欄的資料 同一列A欄 就是這個 同一列的A欄 先把這個 複製過來改個A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 這個 F F欄 所以其實這邊 我拿這個來改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 F 把後面東西 放到F裡面 等於 OK 不過 哪一個呢 應該是 F 應該是從第二列開始放 對不對 就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F2 也就是把我找到的東西 放到F2裡面去 不過 它當然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理論上 我把它執行給你們看 這個地方的話 它找到了 找到的是12 12為什麼 找到這個嘛 找到12 12的話呢 它幫我放過來 放過來的話 其實很簡單嘛 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放到前面去 OK 所以按一個F8 12過來了 但問題來了 如果我現在在下一個再找到 下一個應該找21 21應該是哪一個 21應該是往下找到 找到應該這一個吧 找到第二的 21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呢 假設 把它執行這一行的話 因為F2裡面已經有東西了 欸 那會怎麼樣 蓋過去了 所以喔 我們應該想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讓這個數次喔 2喔 可以第一次是2 之後的話呢 就幫我加1加1加1 欸 所以這個地方是關鍵喔 所以你會發現 你程式這個應該很像剛剛寫過的 而且好像更簡單 把後面的東西丟過來 但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 啊 怎麼讓它加1喔 所以以後你遇到這種狀況喔 也就這個2的這個數字是要改變的 所以呢 我的習慣這樣 我就是 在 剛開始的地方先多一個變數叫K好了 K 預設值等於2 意思就是說喔 我剛開始 的那個值是 K 等於2嘛 那所以你把那個 2放過 它就先丟到這裡 但問題來了 當你 已經 放過去之後 應該怎麼樣 把K變成3對不對 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來了喔 你如果將來要讓K的數字加1的話 你就寫成這樣子 K 等於什麼 K 怎麼樣 加1 加1就好 就這樣 這個 就是幫它加1寫回去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寫法就是加這個 跟這個 答案就OK了喔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幫它停一下 然後再讓它跑一 跑一遍看看 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一樣設個中段好不好 這邊執行 第一個是把12寫過去 那K的話呢 就把它K加1 所以加完1都變3 有沒有 然後再往上 再來它又找到下一個執行 找到了 這個說應該是21 這個就3 所以你會發現它剛好 放到這裡 第三個 有沒有 所以依此類推 直接全部執行 看一下 OK 全部OK了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把要的東西 列一個清單 在另外一個欄位裡面的話 就是這樣寫就OK了 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寫的方法喔 基本上關鍵只有多一個 K等於2意思是說 從第二列開始放 K等於K加1等於是 往下放的意思 然後把要放的位置寫在前面 他就把找到的這個A欄的那個數字 放到這邊來了 OK 特別注意喔 之前也蠻多同學說 老師我怎麼寫 就是把某個儲存格 放的資料 複製到另外一個儲存 他就是這樣就OK了 好 其實真是沒有複雜吧 寫完了 不過呢 後來就有個同學 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欸 他問點問題 他說老師你 可是你這樣子找到的是先 就是找到的順序排名喔 他不是從第一名開始放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希望 第一個放第一名 第二個放第二名 第三個 一詞類推到第七名的話 程式 該怎麼寫 OK 當然 但這個要改也不是什麼很困難的事情 你要去思考喔 其實有時候程式喔 第一時間想到的話 你就要想說 嗯 那我應該怎麼樣 可以讓那個順序 就第一次先找第一名 第二次便找第二名 欸 所以我應該怎麼 這個地方應該變成邏輯判斷喔 也就這個地方的這個數字喔 應該第一次就是要找什麼 找那個 直接一欄的地方 應該直接就找 第一次就找第一名的地方 可是找完第一名 把東西摳過來之後 換成找第二名 換成找第三名 一直到第七名 欸 所以喔 如果這個地方 欸 要改成按照順序的話 該怎麼寫 也許可以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前七名的這個寫法喔 程式其實也不複雜啦 反正就是按照我們之前講過的 只是多一個K啦 這個K其實還蠻好用的喔 以後很多地方都可以利用K這個概念 一直把它往下放 OK 試試看好了喔 這種寫法未來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檢視與參照裡面很多地方也這樣 找到之後 幫我繼續往下放 這樣的好 所以說你可以 做報表的時候非常好用 把你要抓的資料喔 做一個邏輯 自動那個數字出來的部分 幫我丟到一個 另外一個欄位裡面去 幫我按照順序放 喔 就啪啪啪啪 自動告訴你哪些東西 就是從你 這麼多的資料裡面 幫你篩出你要的那些資料 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我剛剛有提過 你就加一個SHITs 哪一個工作表幫我放過去 那我就OK了 未來當然你也許可以再增加 其他 畫 報表出來了 然後你那個圖也可以順便出來 甚至可以順便把夜守夜尾設定好 那就可以直接把它列印出去了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快速 OK請各位試一下 多一個邏輯判斷 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找出那個 前七名的清單